那时候我们家猫咪却很慌乱的带着他的宝宝 一直在出口的门疯狂的跳跟叫 我想那个当下他应该是感觉到危险 想带宝宝出去吧 不久之后 那个房间就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嗯?我心里有点困惑 怎么有听到水在地的声音 我问弟弟妹妹 可是他们都说他们没听到 也不可能是厕所的声音 嗨嗨我是凯莉 今天的故事是之前问来网友投稿的 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闹鬼的房子后续 如果还没看过之前的故事 可以等等去看一眼 而这次的故事跟上次仅有一点点关系 不会影响观看 那么故事开始了 自从楼上租客撞鬼搬走后 楼上那间房就一直空着 而后来又发生了 我跟弟弟妹妹们玩躲妈妈 我在楼上那间灵异房间听到声音 恶以为是他们躲在里面 后面我才发现弟弟妹妹都在楼下的恐怖事件 我们就有好一阵子没上去 妈妈有想过请师傅来处理 但是问了屋主她却不肯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说不可以 我其实以为她会帮我们解决呢 因为她自己也是有拜拜的 我们这里有两个神明桌 她平时也会在初一十五啊 清明节什么的过来拜拜 不过屋主是没有跟我们一起住了 我们也曾经想过搬走 可是很难找可以住的房子 价钱也是一个问题 话说回来 这一次事情一样发生在楼上 今年因为疫情变得严重 所以过年我们都没有回去老家 只是简单的自己和家人过儿 没有去亲戚那里 而政府还规定 若想要请武师的话 只可以在过年这三天内 请去别人家 或是开店的店里热闹一下 之后就不可以了 我们家今年就没有请武师 其实我很想爸妈请武师来热闹一下 可以让我们这边比较有人气 而那些住在这里的好兄弟 就会安分一点 不会捣乱我们 或者是这里的其他住户 楼上很大有六个房间 其中一间就是闹鬼的那个房间 从闹鬼事件之后 楼上已经没有其他住客住进来了 就只剩下一个原本就住在里面的 马来人姐姐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一只猫妈妈 跟一只她的小孩养在楼上的客厅 那个姐姐自己也很怕 因为楼上那么大却只有她一个人住 但是即便如此 她仍然硬着头皮住在里面 就这样时间运摸到了二月多 楼上姐姐早上都会去工作 所以我和弟弟妹妹都会上去看看我们的幼貌 因为很热 所以我们进去之后 并没有把楼上的大门关上 我们进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猫妈妈看起来很畏惧的样子 当我们正努力地安抚猫妈妈的时候 我们身后的大门突然就很用力地关了起来 当下大家都吓了一跳 这里可没有风怎么会自己关呢 不过因为猫咪很可爱 所以大家的注意力都还是专注在猫咪身上 我们很专心地为猫妈妈吃东西 我们楼上还有一个专门拿来放东西的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房间窗户全部被关上 而且还遮上了 加上那个房间灯也坏了 开不了阳光照不进去 所以很暗 只有我们外面客厅有灯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保持那个房间门是开着的 不久之后 那个房间就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嗯? 我心里有点困惑 怎么有听到水在地的声音 我问弟弟妹妹 可是他们都说他们没听到 也不可能是厕所的声音啊 因为楼上并没有厕所 而那间房间里面只有衣服和橱柜 正当我还在思考的时候 突然又有东西倒下来 碰了一声 我和弟弟妹妹都看了过去 我默默地走过去 想进去房地一探究竟 而就在我靠近的时候 突然有人尖叫 我被吓了好大一跳 但我转眼一看 不是我弟弟跟妹妹叫的 我当下傻眼了耶 随着尖叫声消失 我不久就听到一阵哭声 可是 我弟弟妹妹的表情都很正常 他们只是在疑惑 刚刚那个蹦一声是什么 我突然发现 看起来好像只有我听见 而他们都没有听到哭声跟尖叫声 这个时候 我们家猫咪却很慌乱地 带着他的宝宝 一直在出口的门 疯狂地跳跟叫 我想那个当下 他应该是感觉到危险 想带宝宝出去吧 所以我快快地把弟弟跟妹妹都叫下去 并且把猫妈妈跟宝宝都带下去 这件事我并没有告诉妈妈 因为我不想吓到我的父母 毕竟我也没有出事啊 所以就想着 当作我没听见吧 可是 在那之后 楼上姐姐可能太喜欢猫了吧 所以坚决要我们把猫咪养在楼上 因为经不起楼上姐姐的请求 最后我们还是把猫咪带了上去 就这样到了三月多 这中间我妈妈和弟弟妹妹有时候会上去看看 但是也没有再发生什么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人说她想要来租房子 所以我妈妈就带她去楼上看看房间 楼上的空房间 门基本上是不会锁的 可是其中有一间角落的房间的门 我们妈要开的时候 却怎么都开不了 那一间房间不是闹鬼的房间 也不是那间储物间 就是另外一间房间 而那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天气也不太好 所以整个都很暗 而且还下着雨 不过那时候大家都只以为 可能只是房门被锁上了 然后 就到了四月一号 我们楼下一个住屋阿姨也上楼看猫 一上去 她就看到角落那个房间门流出了水 以为是下雨导致雨水进来的 所以她想要打开房间看看 但是那个门一样开不了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楼上的姐姐 那个姐姐只是疑惑地说 没有啊 门没锁阿 我们就告诉她 怎么那么奇怪 可是我们都打不开耶 之后我们大家一起过去 那个门的确没锁 因为那个姐姐当场就把门把一转就开了 当我们看进去的时候 房间好好的根本没进水啊 天花板也是白色的 如果进水的话也看到是不是有污渍 天花板就是很完美的干净 窗户也没开 但没办法否认的是 在房门前就真的有一滩水 不知道从何而来 很奇怪对吧 我后来思考着 那个门打不开 估计是那个好兄弟不想让我们进去打扰吧 而楼上姐姐也说 她最近也感觉毛骨悚然 所以时不时都会念经 听到这里 我妈和楼下住户阿姨都起鸡皮疙瘩了 之后都不敢随意上去了 是的 我们家还在闹鬼 至今还没有解决 故事结束了 嗨嗨 大家觉得今天的故事如何呢 大家有在家里听到过 什么奇怪的声音而感到很害怕呢 我如果在家里听到地水声 都会冲去看 我是不是忘记管水 但是如果是听到奇怪的咔咔声 我就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我会想着 是不是蟑螂出来逛大街 另外 这篇故事的前篇还没看的 可以看一下 未来网友投稿 直到现在 闹鬼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晚上抓人家的脚 到处飘来飘去 几乎所有居民都会遇到的恐怖灵体 最后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留言 可以订阅 可以分享 我的副频道开始说鬼故事啦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喵喵 我们下次见啰 掰呢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